想得到台北米其林 1000元以內可以吃到什麼 我覺得其實這個還蠻好吃的 不得不說米其林真的是有一定的公信力 今年入選米其林必比登 完全不為果 好吃程度其實算中等 不知道特別厲害 我自己可能 吃起來的結果我只會給它3.5分 米其林必比登 何謂必比登 它就是堪稱米其林界的小吃 HELLO 各位我是台灣小巨人 今天我們基隆的朋友來台北找我玩 我們很久沒有見面了對不對 因為那個時間上面一直都巧不容易 好不容易呢 今天你來到台北 一定要帶你去吃好吃的 台北熟不熟 不算熟耶這區不熟 好我跟你講 今天我就帶你去吃米其林 米其林這種浮誇 帶你去吃米其林 一點都不浮誇就是米其林 而且我們兩個人加起來 一千塊搞不好都吃不到 一千塊搞不好都吃不到 一千塊搞不好都夠 吃不到跟夠是兩回事喔 這東西我們城市在門口看喔 一千塊搞不好我們兩個都花不完 不只一間喔 先跟各位講 今天要去吃的不只一間喔 那這個 看什麼太甜了 沒有啦 錢的部分當然是我處理啦 不是這種人好不好 有想得到台北米其林 一千元以內可以吃到什麼 好看這個樣子就是想不到 沒有關係 今天呢就帶你吃這個印象深刻的 米其林推薦美食 話不多說 直接出發 好那現在呢我們來到龍山寺這邊喔 這裡看起來是非常熱鬧 美食呢 相對不會少 期待嗎 還蠻期待的 剛才看到的也蠻好吃的 那我們就直接來吃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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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現在我們已經排到 那個隊伍真的是超多的 現在手上這個就是今年入選 必須比登推薦的圓方掛包 一個60元 各位看到這個順量 我覺得其實這個還蠻好吃的 不得不說米其林真的是有一定的公信力 這個掛包本身的外皮很Q 那它的花生粉 其實花生粉我覺得是稍微有一點點過甜 微甜 再來就是它的酸菜本身不會鹹 不會太鹹 配上它這個滷肉 滷肉的部分我覺得它滷得很好 因為它是這種三層肉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肥瘦適中 而且不會太油膩 以60塊來說我覺得它的 聽聽值非常的好 我自己這樣子吃我覺得 今年入選米其林必須登 完全不為過 網路的評價給它4.4分 那我自己本身會給它4.5分 那待會呢我們就來問看看這個 Alex他吃起來的感想怎麼樣 好那現在我們問看看Alex 聽起來他覺得這個圓方畫包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它最大的特點就是 它的料是整個黏在麵包上面 因為有很多畫包 它的料就是怎麼講 就是吃的時候它會整個炸出來 然後就變成說好像在吃蛋液的 菜粿菜麵包粘麵包肉粘肉 那它是會先把麵包沾那個 只會有一點濕 然後再把東西全部黏上去 這個感覺是一個主體 不是大概來分別吃 而且它的瘦肉跟肥肉也是很均勻 不會像有的 有的店還要跟老闆講 我要瘦一點我是肥一點 或者是說 如果不講的話 他們就拿這種沒有人要的部分 來給你吃 就是感覺上會 因為這邊這個價位 他們這樣子的 其實算是 會讓人家在想買第二次這樣 這個感覺是非常有心得 你是剛剛想很久的感覺 沒有 你覺得一顆掛寶60塊 你覺得划算嗎 我覺得算是很OK OK好 所以它入圈米其林沒問題 好 好 這一part呢就到這邊 接下來我們就吃下一間 好 各位 終於拍到了 小王煮瓜 在我手上這一碗呢 就是它賣得很好的 瓜仔肉湯 我們就直接趁著喝 湯頭本身還不錯 它的鹹度上面 我覺得不會太死鹹 本身算甜口的啦 那它裡面有附這個 有點像是 赤肉羹 超亮 我跟你講這個肉羹 咬下去喔 那個肉的那個咬勁非常的好 紮實 然後呢又很有彈性 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這一碗湯裡面 是有放那個 瓜仔 就是有點像那種 煙狂瓜 這口感也是蠻特別的 因為這種湯 一般在外面比較不會放這個 瓜仔肉 所以這個是比較少見 那我覺得喝起來 其實也是還蠻好喝的 這個湯喝完之後 我們就來試試看它一樣 人氣很高的 香菇滷肉飯 OK 接下來看到手上這一碗呢 就是它同樣賣得很好的 香菇滷肉飯 現在給各位看一下這個份量 首先是它的那個表層 它的香菇是給的非常的多 那香氣上面也是非常十足 香菇本身沒有什麼味道 那它的滷肉呢 其實我覺得不會很鹹 但是整體上這一碗滷肉飯吃起來 我覺得它的 好吃程度其實算 中等 因為它特別厲害 我個人是覺得 剛剛那個湯 反而我吃起來 比這個滷肉飯要來的好吃 那等會呢 一樣我們問看看 Alex 它的想法是怎麼樣 好 經過我們品嘗完之後呢 我先來說一下 我的觀點 其實我覺得它這一間 小王主瓜的滷肉飯本身 其實味道真的是有點淡 那它的湯呢 原則上是還不錯喝 尤其是那個 肉羹的部分 我覺得咬起來口感還可以 那它的網路評價呢 是4.11分 我自己可能 吃起來的結果 我只會給它3.5分 我們這邊問一下 Alex 它的感想是怎麼樣 我的感想是 它的湯 雖然是讓人家非常順口 肉也是還蠻不錯 可是我對它的飯比較有意見 因為它的飯 怎麼講 就是剛才跟那個掛包的相反 就是 滷肉飯歸滷肉飯 然後它的香菇歸香菇 就是有咬到香菇就有香菇味 可是你沒有的時候 就感覺跟一般滷肉飯一樣 比較沒有那麼的特別 加上它的 它的價位基本上75 差不多可以買一個便當了 所以如果你 就是 只買一碗牛肉飯 也沒有什麼配菜的話 是 沒有那麼 吸引我 但是它的湯 是可以來喝喝看 如果你喜歡吃肉羹的話 它的肉羹的口感 確實比較特別 可以來試試看 好 那滿分如果是5分的話 你覺得 你會給它幾分 我會給它的湯 3.5吧 3.5 當然它的飯的話就是 2分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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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分開算 我們就是整體來講 這一間小王主瓜 它網路評價4.1 我自己給它3.5 綜合評價 那你覺得呢 綜合那就3分吧 好 那我們今天呢 一共就是開箱這兩間 一間是圓方掛包 另外一間呢是小王主瓜 那其實這兩間呢 都是在龍山寺這邊 華西街裡面 兩家其實非常的近 尤其用餐時間排隊的少 各位從影片當中可以看得出來 非常多人 至於呢 這邊還有第三間 就是一間麵店 但是很可惜今天剛好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沒辦法吃到 那我也沒有 沒有食言啊 我們今天確實吃下來的結果呢 1000塊有找 這個米其林必比登 何謂必比登 它就是堪稱米其林界的小吃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試看看 以上就是今天的內容 我是台灣小巨人 我們下次見 掰掰